神是极度美好的 你们是不是已经很相信 我看到你们很多是人机小的 我告诉你 你听神的话 以后你的生命会有很多祝福 你整个生命 你整个生命都会有很多祝福 我自己是在19岁的时候 我信任耶稣我很兴奋 当我知道真的有神 因为以前我以为是没有神的 我以前以为是 这是一种宗教 人就是去这个教堂 去觉得很舒服 所以他们去教堂 就是给一些没有悉想的人 他们不知道 他们以为有神 其实没有神 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有一次我读 读书的时候读到很晚 读到很晚 然后很累 因为当时要考试 然后我很累 我就问自己 为什么要读书到这么辛苦的程度 我就说 我就说 为什么要读书 读书就是将来可以做工 做工可以怎么样 可以赚钱 赚钱可以怎么样 结婚了 有儿女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怎么样 就会老了 老了怎么样 就会死了 我就说 人生就是这样 你做很多 读很多书 做很多工作 然后有一天你要死了 所以我说 我就是今天快乐就可以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 但有一次 这个我读一本书 是物理学的书 这个物理学的书 在物理学的书 在里面讲到这个世界很奇妙 有奇妙的设计 是神创造的 哇 我听到这个物理学的人 他写这个书 也说这个世界有神 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有神 我要肯定 然后有一次 我见到一个基督徒 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谈话 然后我就说 有没有证据证明有神 我以为他会说 没有证据啊 不肯定啊 他就告诉我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这是科学家牛顿 他做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有太阳 有九大恒星 谁啊 恒星的模型 然后他的朋友来到就问他 是谁做的 他说 我今天早上醒来 他自己就出现了 因为这个朋友早上说 这个世界是自己来的 但刘顿说有神创造 有一次他做了这个模型 然后这个朋友就以为 就问他是谁做的 他说没有人做的 我今天早上他自己就出现了 这个朋友说 不可能的 那这个东西不可能就是自己出现了 然后 刘顿就说 为什么你说这个 必定是有人造出来的 这个整个世界是自己变出来的 我听了 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东西 怎么会是自己变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非常的好奇 后来我用很多时间去研究 我发觉真的有证据 现在我就去告诉你这些证据 为什么呢 要你肯定 你说信的是真神 我告诉你 有人问我 你信耶稣啊 我说 我信耶稣 但我不但是信 我知道有神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肯定知道有神 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些证据 希望你记得 如果有些人已经听过这些证据 你就放在记忆里 将来你跟人沟通 你就可以告诉人 有这些证据 好的 这个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圣经有很多预言 圣经一早已经告诉我们 有很多预言 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 以前 圣经已经说了 当时没有定时之家 你知道耶稣是定时之家的 当时没有定时之家 圣经已经说 在四篇二十二篇 已经说耶稣会被定时之家 当时还没有定时之家这件事 没有 是没有这回事的 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 当时的人都不知道 有定时之家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 这个经文说 他们炸了 刺透我的手 我的脚 他们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是真的 后来耶稣就是被定在时之家上 就是 圣经已经一脚说了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已经知道 神的儿子将来是怎样死的 圣经已经知道 而且 在这个单语里书9章24-26节 说 当基督被杀之后 耶路撒冷 他们首都 他们所爱的 就会被毁灭 而且会打仗到底 圣经已经说了 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圣经已经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预言的 例如 以前 海啸 海啸 你记得什么是海啸 这是很大的浪 非常大的海浪 以前是没有这么严重的海啸的 但耶稣说什么 在末后的日子 人听到波浪的声音 就慌慌不定 就是他们就会很惧怕的 听到波浪的声音 但以前人是不会这么怕波浪的 但现在你们有没有听过海啸 很严重的海啸 有没有听过 很大很大的浪 然后 毁灭很多人 很多房屋 整个城市 都被破坏 圣经已经知道 在末后的日子 会有这个情况 还有 有没有听过 我们有这个 你们都听过这个 刚刚有的这个 新冠疫情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怕有 这些传染的病 是不是 圣经也说 在末后的日子 必有瘟疫 我们看到现在科学很进步 但人没有想到 有一天有 疫情的时候 你有科学 也是不能处理 还是整个世界 都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 但上一次这个 新冠疫情 不是最严重的 将来有一天 这个瘟疫的程度 是我们见到就很惧怕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有一天要有末日 圣经已经说了 而且说 这个末后的 这个耶稣回来 之前有什么发生 我们都看到 在不停的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圣经的预言 是非常准确 真的有神的 这个第一 我当时研究 就是第一发现这个 另外第二 是有很多科学的证据 在几千年前 当时人都以为地是平的 是不是 但这个约伯记 二十六章七节 这里说什么 一起读 神将 北极铺在空中 将大地 悬在 虚空 人就会说 怎么将这个大地 悬在 虚空 可以 可能吗 你能够将 这个椅子 悬在 虚空 能不能够 我放手 它会不会 停留在 空中 不会 这个大地 一张二十二节 神坐在地球 大圈 之上 就是地球不是 四方形的 是一个大圈子 圣经已经说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已经知道 科学家 近代 所发现的事实 然后一起读 约伯记 三十八章 三十五节 你能发出闪电 使他行事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你们有没有时候 打手机说 我来到你的接口了 我来到你的城市了 有没有啊 都会这样 以前人 不会想到这一点 是不是 因为以前没有电 是不是 家中没有电 就只有闪电 所以圣经 神要形容电 只能用闪电 但人说 怎么发出闪电啊 对不对 能够发出闪电 其实我们的手机的电 跟闪电是一样 但闪电很强 我们的手机的电 不是这么强 然后 能够发出言语 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可能可以发闪电 告诉人我们在这里啊 但我们今天用手机 每一天做到事情 圣经已经说了 我们就看到圣经 也有课时的证据 这个是简单的 告诉你们 好了 然后 人可以尽力 神的同在 神的圣灵 我告诉你 今天明天 我会帮助你们 尽力圣灵 你说怎么可能啊 我告诉你 因为神是真的 可以尽力的 我告诉你 在1998年 有一个布料家 他为我按手祷告 我从来没有想过 发生什么事情 他手碰在我的头 马上我感受电流进我的里面 然后 很大的爱进我的里面 我非常的感动 就马上哭出来了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很强烈的爱 然后我就说 我从来不知道 可以这样经历神的 我从来不知道 神是整我证实的 然后我就 很多时间的祷告 后来我每一次祷告 想到耶稣 其实我回家之后 他为我祷告之后 后来 我回家 我呼叫耶稣 耶稣 我就发觉能力 流过我的身体 我现在也有 马上有能力 马上 现在我每一次祷告 耶稣 想到耶稣里面就有喜乐 所以我知道神是很真实 然后我会有很多人祷告 他们也经历神很真实的 来到他们身上 让我知道 这个神是真实的 真的可以经历的 我曾经为人祷告 他们充满喜乐 很开心 也有些人很感动 也有些人得意志 曾经有一个有癌症的人 他从很远的地方来 因为我在一个地方有聚会 他听到了 他就来 然后他说他有乳癌 已经痛了一个多月 他来到我的时候 然后我带领他 我说放下重担 烦恼 放下所有不开心的东西 就是赞美主 享受神 他是很开放的 他就充满喜乐 后来一打告之后 他说 我现在没有痛了 我现在没有痛了 然后他回家之后 他就去检查 然后医生说 你的癌症都没有了 这个是我多次经历的神的工作 很多很多次 神是很真实的 我很多的情况 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 有一个教友 因为当时我经历圣灵教 我们很多人都经历圣灵 常常都有见证 就好像刚才你们出来做见证一样 很多人都出来说见证 然后有一个教友说 我的妈妈 有很严重的病 她有什么病呢 心壮病 糖尿病 肾晒节 中风 这些都是严重的 四样病都可以死的 然后他说 医生说太严重了 所以不能再医治了 就是等他离世了 有一天离世了 但医生说 因为他的肾晒节 所以他会越来越痛 他整个身体会很痛 这个女儿就来 这个妈妈其实已经很大年纪了 可能差不多90 80多岁啊 这个女儿也是 可能四五十岁了 然后我就去为他的妈妈祷告 我祷告就要问他这个婆婆 我说你有什么感受啊 什么经历啊 他说很舒服 我就说 我为你打告这么舒服 你想不想信耶稣啊 他说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够啊 因为我拜了这个偶像啊 这个佛 这个观音 已经几十年了 我不能信耶稣的 后来我每次 我一下打告 他每次都说很舒服 然后后来我没有时间 没有去了 过了半年 半年之后 有一天他突然 对他女儿说 为什么今天 燕户序没有来了 我已经半年没有来 人通常不会说 为什么 燕户序没有来了 因为已经半年没有来了 但就是神 这样这个忆恋 放在他的心中 突然想到燕户序 好像昨天 好像昨天我来过 今天没有来 他就问 为什么燕户序没有来 他的女儿听到 就觉得序很好 他马上发信息给我 叫我马上过去 我就为他打告 打告之后他说 我问他 你有什么经历啊 他说 很舒服啊 我说 佛跟观音 有没有这样帮助你啊 他说没有啊 我说你要信真的神 还是假的神 这次他说 我要信真的神 我就说 你愿不愿意 任你的罪求神赏免你 他说我愿意 然后我问他 你愿不愿意受洗 然后他说愿意 然后我就为他施洗 然后他也有偶像 我说你已经信了 你已经信了真神 愿不愿意 受洗 拆这些偶像 他说我愿意 他就去拆 我们就拆了这个偶像 喂喂 这个声音好像 就拆了这个偶像 然后有一天晚上 他的女儿告诉我 昨天晚上 我的妈妈 突然看着天花板 从这边看到那边 一边看一边笑 他已经大半年没有笑过 你想一想 整个圣体通人会不会笑了 不会笑 但他看着这个天花板 一边笑 他的女儿看到 觉得很惊奇 为什么他会笑 但他没有了解 他觉得他必定是见到耶稣 或者是天堂 或者是天使 他就笑 他的女儿觉得很开心 他的母亲 大半年都没有笑过 现在会笑 我就告诉你 我为他们家人祷告 他们每一个都敬礼神 每一个都信了耶稣 耶稣是这部真实 我告诉你 其实下来我会为你们祷告 你们也可以敬礼神的同在 神是真实的 所以你问我 是不是信耶稣啊 信有耶稣啊 我说我是有耶稣 但我知道有耶稣 我告诉你 我肯定 我肯定知道有耶稣 好了 然后另外有邪灵 邪灵 有些人以为是鬼 其实不是鬼 不是死了的人 邪灵是魔鬼和他的使者 这些使者就是邪灵 以前我 以前我做牧师的时候 我不知道真的有邪灵 可以赶邪灵的 但我后来为人祷告 有些人有邪灵 我就赶出来 他们就赶的时候 他们觉得 好像里面有一种力量 很大的力量在他里面抗拒 有些人说他们 睡觉的时候 半夜 不能动 有一种压力压住他的心口 不能动 然后想跳出来 也没有声音 整个人就没有 不能动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 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 请举手 晚上做梦 不是做梦 这是半夜的时候 突然不能动 就 思想是醒不来 但人不能动 有没有试过 有多少人试过 举高你的手 高举你的手 我说我是呼不了试 但是呼不了 是的 这个就是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是邪灵 然后这些人有邪灵 而且有些人说 我看到有黑色的 叫什么 阴影 是不是 阴影 影子走过 他们很怕 然后他来找我 我为他们赶出邪灵 有些人说 我通常都是看到 前面就是迷糊的 不是清楚的 但你为我感受 我就看到很清楚了 你们有没有人 有这些经历 你见过 你在 你是常常见过 还是 偶尔见过 我学生为你祷告 你怕不怕 不怕 你不怕 为什么呢 你爸爸是警察 你就以为 警察会赶鬼 是不是 我告诉你 警察也会被魔鬼影响 控制 是耶稣有能力 我其实为你祷告 你可能会更容易 经历圣灵的 其实你们都可以经历 有很多人打坐 或者去接触灵界 我告诉你 我们呼求耶稣 有些人呼求魔鬼 千万不要这样做 他真的会来的 你千万不要说 魔鬼你进入我的里面 他真的会进入你的里面 你就麻烦了 你就很痛苦的 这些人有邪灵怎么样 他们常常听到声音说 你没有用啊 你要跳楼啊 你要自杀啊 你要杀人 然后自杀啊 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的 而且里面很痛苦啊 所以千万不要接触灵界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没有听过这些巫婆啊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会接触灵界 然后他们能够说出这个人 他们的家人有什么情况啊 多少人啊 以大连记啊 什么名字啊 都能够说出来 但我认识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的家人 请了一个巫婆来 这个巫婆来之后 就做法了 然后要找这些灵魂出来 跟他们说话 然后他说 为什么今天不能做 你们是不是 他说你的家中 是不是有基督徒 他们说有 有一个 他说有基督徒就不能做 其实他应该知道 如果有基督徒不能做 就是说 耶稣才是真神 是不是 所以这里说 有些人接触灵界 然后证明真的有邪灵 有些人打坐 他们灵魂出窍 这个是很多人的经历 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在你的地方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到 但在很多地方 都能够看到 然后他们灵魂出来 就看到 周围有一些黑暗的 邪灵在那里 这些人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打坐 是追求安静 反而不安静 反而会见到这些邪灵呢 所以他们的心中是不明白 但原来真的有邪灵的 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 可以赶邪灵 从来没有人奉观音的名 喂喂喂 没有人奉观音的名 可以赶耶稣的 没有人能够赶耶稣 但耶稣能够赶观音 邪灵啊 什么邪灵都能够赶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才是真神 所以不要信 观音啊 菩萨啊 黄大仙啊 或者是任何的 天后啊 这些都不要信 因为从他们身上 真的有邪灵 我曾经为不同人敢邪灵 很多很多次 我知道神是很真实 魔鬼也很真实 这个不好 是不是这个会 不好意思 这个 喂 好了 然后你看到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都很美好 小孩子是很可爱的 是不是 小孩子比较 成年人更可爱 是不是 因为成年人有些容易 发怒啊 骂人啊 透钱啊 伤害人啊 但小孩子 小的时候都很可爱的 很可爱 这些神创造的 人本来是可爱 动物也是很可爱的 是不是 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人 可爱的动物 我们知道 必定有神创造 邪灵不能创造 这么美好的东西 是不是 邪灵 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邪恶的 但这个世界 这么美丽 这么 你们有看到 花朵 很美丽啊 这些 蝴蝶 飞鸟 都很 美丽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 魔鬼 不能创造 这么美丽的东西 我有耶稣 我有神 才能够 所以我们知道 有邪灵 证明 有神 我告诉你 我也感谢你的 技术 很多很多 我曾经 一边讲到 已经有人 有邪灵 彰显了 就大声 呼喊 他们很不舒服 因为里面的邪灵 很不舒服 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 真的有神 然后 人的灵魂 也可以离开身体的 在《立王记》上 17章21节 到22节 以利亚 因为当时 有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死了 以利亚 扶在她的身上 上次 就求神说 求神说 求神将她的灵魂 再次放在她的里面 然后 以后就将 这个孩子的灵魂 放回 这个孩子的身上 她就活过来 我告诉你 现在 很多人有这个经历 怎么有这个经历呢 就是 因为有些人死过 在医院里面 有急救 有人死了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按她的胸口 按她的胸口 然后 这个是很大力的 有些时候 这个肋骨就会 裂了 按她的心状 然后 后来她活过来 有些时候用电 有没有在电影看过 用电 或者是按她的心口 然后 他们以为 他们这些人死了之后 没有感觉 没有拒绝 他们以为死了就是 人死 如当灭 他们以为是这样 但这些人醒过来 他们说 我看到你刚才 说什么 谁救我 谁进来 谁说什么 这些人就很奇怪 他们就开始 大规模的研究 就发觉 他们研究 千万个 这些个案 电脑是不是没有 差电 谁能够 不要紧 不要紧 刚刚好 想到最后一点 不要紧 好了 很多 做大规模的研究 就发觉 真的 有很多人死过 他们死后 能够说出 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有些人研究 他们怎么样了 有一个人要做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 他必定会死的 然后 这个手术必定要死 他们就 将他的眼睛封闭 耳朵封闭 然后做手术 就是 有一个女人 她的脑 里面有一个肿瘤 这个肿瘤 必定要 打开她的头 打开她的头 必定要死了 所以他们有研究 他们将她的眼睛封了 耳朵封了 让她看不到 听不到 然后她完全 完全 看不到 周围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 用迷藥 她就 就去 去拒绝 然后动手术 动手术之后 他们记录什么时间 她死了 记录 刚才说什么话 然后她醒过来 她说 因为 这是在外国 在外国 做这个手术 他们通常是说 将你的头 锯开 但这个是言语 她说你们不是用一个锯 是不是叫锯 锯木 这样这个木材 锯开 你知道这个 是不是 这是这个字 这个锯货呀 有没有说 懂得 锯开 锯开 好了 她说你们不是将我的头锯开 是用一个好像有电牙纱 你们有见过电牙纱吗 电中牙纱 然后在后面有一把不同大小的刀 锯头 然后你就将我的头锯开 她看到这个仪器 她从来没有看过 然后她说 有一个医生说 她一边的动脉很小 另外的医生说 就用另外一边的动脉了 她都能够说出来 而且有些人怎么做 他们在屋顶 写一些不合理的话 例如 我在洗手间吃东西 这个不合理的 但这人醒过来 她说 我在洗手间吃东西 这个不合理的东西 她说出来 他们就知道 她灵魂离开身体 就看到屋顶有什么 这个很多人的经历 其实我也认识人 她说她的爸爸 以前曾经 人以为她是死了 其实她真的死了 她死了之后 她说有天使 探访她 她是信耶稣的 有天使探访她 然后告诉她 我现在要去救一个婴孩 然后这个人 她死了 后来活过来 她就说 我见到这个天使 后来她说 要去救一个天使 救一个婴孩 然后 他们就说 对啊 当你死的时候 有个婴孩差不多死了 就好了 她已经死了 她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 这个是我亲身听到 一个教会姐妹告诉我 她的爸爸以前的情况 所以我知道 我们都有灵魂 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 有些人打坐 灵魂也会出来的 很多人有这个经历 魔鬼 信魔鬼的人 他们有些人 有这个经历 他们走出来 然后去害人 去害人 伤害人 然后他们见到基督徒 他们怎么说了 他们说 我见到基督徒 有荣光啊 我不能走过去 我告诉你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 外国的 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 他说 他见到我 见到我 身上有荣光发出来 我感谢神啊 其实 你们的老师 他也几次 他在 听到耶稣 告诉他 关于灵魂戏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说啊 没有 他有一次说 他在睡午觉 刚刚要睡午觉 然后睡了一会儿 一会儿 他就听到声音说 起来 照去老师们 让耶稣教导他们 老师都听到是不是 是他听到声音说 耶稣要教导他们 这个是一次 另外 他要帮助你们 他要做这些教导 帮助你们 他听到耶稣说什么 耶稣会帮助你 成就这个工作 然后 前上个月 我有病了 我有病 有一次不能来 然后他很着急 他祷告 然后圣灵对他说什么 你为什么担心 耶稣在我的手中 我必定保护他的生命 他必定没有问题 他刚刚 告诉我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 所以我告诉你 神是真的 对我们说话 我也曾经为人祷告 他们去过天堂 有人祷告去过天堂 所以我知道天堂是真的 有一个人 我为他祷告 他去过天堂 然后在天堂 见到他的生命册 有一本书在天上 是他的生命册 打开的时候 见到他小的小 被人伤害 当时他很伤心 然后探探到耶稣 写字在旁边说 我看到他不开心 我也很伤心 我也很关心他 我会祝福他 他看到 觉得很好 有一次 他见到耶稣 耶稣让他看他的赏赐 记录册 就是记录他所有为神做的事情 将来得到的赏赐 然后他就说 耶稣 我想看看 耶稣 叶无需的赏赐 记录册 然后 耶稣就叫天堂带来 带这个 我的赏赐 记录册 我感谢神 他使用这个 记录册是怎么样 是很厚 包金的 上面写着 我的爱子 然后我的名字 我听到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 我告诉你 我不是完美的人 我曾经犯过很多罪 是耶稣拯救我 改变我 然后耶稣 让我经历圣灵 让我看到圣灵的能力 让我看到 我人打个会这样经历 我就非常的感恩 我就完全的委身 以前我允许 罪在我的里面 我信了耶稣 也允许罪在我里面 现在我有什么罪 都马上处理 因为我知道神不喜悦罪 所以我马上处理 我马上听神的话 有什么应该做 我就马上去做 我不会放弃 侍奉神 虽然我可以 现在绝对可以退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72岁 神还给我力量 健康 这个就是神的祝福 我知道神是很真实的 我告诉你 我曾经去某一个地方 去宣教 有三次人对我说 你没有来之前 我在梦中见到你 为我祷告 你听神的话 你将来你的生命 也会有很多奇遇 很奇妙的经历 你想不想要说祝福你 所以我刚才告诉你的 这几点 希望 这个看不到了 希望你们都知道 真的有神 不是心理作用 是真的有神 真的有天堂 我们真的有灵魂 然后灵魂出来 有些人就去过天堂 我告诉你 很多人做过这个见证 去到天堂 而且能够见到天堂里面 死了的基督徒 然后回来告诉吉兰 我认识一个王传道 他常常去天堂 因为他每一天祷告 三个小时 每一天祷告三个小时 然后耶稣就带他去天堂 去了天堂 他见到一些死了的基督徒 然后他回来 告诉这个家人 说我见到你的家人在天堂 然后他对我说什么 他们说 你说的话正对了 因为你说的话是他的秘密 他对你说了 证明你真的去了天堂 证明他真的在天堂 这个是真实的 我就访问这个王传道 访问这三个家庭 他们都见证 他真的见到天堂的人物 所说的是真实的事情 我有告诉你 我的太太 第一个太太离世 离世之后 大约两个星期 有一个朋友 见到我的太太出现 充满荣光 然后出现的时候 我的太太说什么呢 哇 我现在很自由了 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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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 说了多少次 他说大约十次 很自由 因为这个是他常常 我的太太 因为他很多病 他以前很多病 从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病 然后他常常告诉我 有一天我死了 你就告诉我 现在你自由了 没有病了 所以当时他说的话 正是他的话 然后他的手拿着一个男子 然后这个朋友 见到就很好奇 因为他是见到医生的 我的太太就打开这个男子 有一度很强的光 飞到他那里 然后这个朋友 就哭了很长的时间 非常的感动 他是不哭的人的 但当时他哭了很厉害 很感动 我就知道他真的见到 我的太太出现 对他出现 我有这样这个经历 放在网上 我也见过 刚才我说这个王传道 我探访 访问这三个家庭 第一个家庭说什么 王传道说 在天堂见到他 他对王传道说什么 你不要误会你的妈妈 你以为你的妈妈不喜欢你 其实他常常跟我说 他们在天堂 跟我和我的太太说 我很喜欢我的女儿 王传道是女的 我很喜欢他的女儿 但他从来没有对女儿 王传道说 但王传道去到天堂 这个基督徒就在说 你的妈妈多次地对我们说 我很喜欢我的女儿 他就回来问这个太太 这个死了的基督徒的太太 问他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他说真的 你的妈妈曾经这样告诉我 然后我问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也说 我真的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我的女儿 但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女儿说 我希望你们中间的父母 你见到你的儿女 都对他说 我喜欢你 我有你很好 你是很重要 我希望你们都对 而你这样说话 我告诉你 每一个都很重要的 你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就大大的提升 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另外一个人死了 然后王传道见到他 他说什么了 他说告诉我的女儿 我很喜欢你的婚姻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女儿 你的爸爸说很满意你的婚姻 他说这个必定是你见到我的爸爸 因为他不会对外人说 但他多次对我说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他就说你必定去见到他 因为第三个情况 他去了天堂 然后耶稣对他说 你的祖先杀了很多人 通常人都不会杀人的 有些人都去杀一个两个 但他说你的祖先杀了很多人 他就回来问他的妈妈 是谁 他的妈妈说 你的太爷在日本来攻打中国的时候 你的爸爸去看汉奸 日本人将一支枪给他 他就有些时候出外面 不知道做什么 可能杀人啊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的太爷曾经杀了很多人 但这个人 王传道去到天堂 耶稣就告诉他 所以我希望你知道 真的有天堂 你希望去天堂吗 希望 天堂是怎么样啊 是非常美好 充满爱 因为我经历过神的爱和神的喜乐 我每天打个哈哈哈哈 我的喜乐就涌流了 我知道真的有天堂 天堂很喜乐 充满爱 所以我很可恶去天堂啊 我很想去天堂 如果有一天我去了天堂 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 我说耶稣啊 我请你允许我回去 告诉人天堂怎么美好 我很想有机会回来 告诉人天堂 怎样美好 我会形容 告诉人天堂的美好 这个是我的愿望 我希望我一天 去天堂 然后有机会回来 第二种经历 有些人没有信 他们死了 去了地狱 他们说非常的痛苦 我告诉你 魔鬼在地上 影响人的时候 他们都说很痛苦 他们被邪灵结磨 但在地狱里面 结磨更严重 他们会将这个人的手拉出来 没有手了 但又长出一只手 他会将这个人打在墙壁上 然后他的头爆了 然后又好了 但非常的痛 每一次经历就好像 被人怨在墙上 然后很痛很痛 但不会死掉 而且有很 非常热的火 很臭 极度的痛苦 你想不想去地狱啊 所以你必定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 爱耶稣 做神吩咐的 好像我这样 常常传福音 常常见到人的灵命 你就带着神的能力 你就会充满神的能力 我告诉你 这两天 你听了我的道 你真的爱神的话 你就会充满神的能力 你就会带着能力祝福人 你就能够被神大大使用 有多少人愿意被神使用的 成你举手 感谢神 你愿意的话 神会祝福你 等一下我就会带领你们敬拜 你们在这个过程 非常好 他举手举脚 就是说 他真的很想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好的好的 可以放下手 你真的对耶稣说 耶稣啊 你是真神 你是真神 你常常帮助我的 你常常帮助我的 你必定祝福我的生命 我告诉你 我信了耶稣 又爱耶稣 耶稣就为我开路 很大的路 我就 很多方面我都被祝福 我告诉你 我弹琴 我学了只有一年 但你听听我 一下子我弹琴 你听听 有些人说 我们是从小学弹琴的 好像你跟我 我说我不是从小学弹琴的 我是成年的时候 学了只有一年 但神给我这个 智慧 神给我智慧 我的普通话也是 我 长大之后 二十年之前才开始学的 然后 很多东西 我讲英文都很好 都是神给我的智慧 每一方面我学什么都非常好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好不好啊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我们 我们就 一下子就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然后呢 我们就求神 祝福每一个 经历神的工作 在里面 经历神的改变 当你听这个道 里面有没有一种 感动啊 激动啊 兴奋啊 开心啊 我告诉你 你会经历更强烈的 感谢天父 我们 现在有一个短的祷告 你们现在站起来 短的祷告 然后 其实有 一起敬拜祷告 你闭上眼睛 放松自己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耶稣爱我们 耶稣就在这里 耶稣要大大的祝福我们 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神 耶稣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 感谢天父 欢迎耶稣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听你的话 爱你 尊重你 神就必定喜悦了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 奉主耶稣 这些生命 阿们 在这个短短的祷告 有没有感受一种力量 有没有人 感受一种力量的 请你举手 好了 我们以下节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